你见过房子在泳池里滑水吗 三个小伙自制水上房子 只要你能抗住这些奇葩挑战 就能获得十万奖金 挑战开始前 挑战者需通过憋气 获得自己的预算 究竟谁能憋气最久呢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熊大才憋气三秒 就退出了 所以他的预算是五十美刀 很快熊二也不行了 最后他获得了二百五十美刀 熊三则成了最强憋气王 获得了五百美刀的预算 随后三人各自去买制作房子的材料 熊三看中了彩色泡沫条 他这是要干嘛呢 熊大则打算买一个游泳圈 熊二则打算直接创造一个草房子 材料买其后就是颠外时间 熊二拿来了一个充气床垫 四周围上了竹帘 熊二表示自己是个精致的猪猪男孩 还在房子中置办了水果 有点度假封别墅内味了 另一边的熊三 在气垫上插上了十分多的彩色泡沫条 还真是萌萌哒 旁边的熊大更是不甘示弱 只用排上了小乌龟助阵 看起来十分舒适的样子 很快三个人已经制作完毕 接下来就是检验的时刻了 到底哪个漂浮船会更加牢固呢 熊大率先带着自己的龟壳房下了水 感觉十分不错 熊二的度假封别墅也顺利下水 很酷炫的样子 紧接着是熊三的彩条房 刚下水就差点翻车了 这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 熊二正在房子里啃着水果欣赏美景 熊三的房子虽然好看 但总感觉下一秒就要闪架了 最简陋的熊大表示 别说了 快开始挑战吧 紧接着第一轮挑战来袭 三人同时蒙上眼睛 然后用篮球攻击对方 熊大熊二联盟打算先将熊三淘汰 没想到熊三的豪华彩条房不攻自破 直接自己散架了 见状后 熊大立马转头攻击熊二 很明显这一局熊大获得了胜利 紧接着又开始了第二轮挑战 这一次是工作人员用水枪攻击他们 能坚持到最后的就算获得胜利 由于熊二有竹帘的保护 所以伤害不大 然而熊三这个豪华彩条房已经散架 感觉十分不妙 所以这一轮熊大成功拿下了胜利 紧接着试用房子游泳挑战 到底谁能站到最后呢 三人都猛足尽的在滑水 这一轮比赛中 简陋的乌龟房显得十分有优势 毕竟他是全场最轻盈的一个 速度直接开到了80万 很快他就滑到了终点 拿下了胜利 而熊三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 他决定退出挑战 接下来熊大熊二进入了最终对决 这次由熊三制造海浪 看看谁的房子安全系数最高 很快熊二的房子里就进了水 正在一点点往下沉 最后熊大赢得了最终胜利 获得了十万奖金 真的房不可貌相 五十块的房子才是最终王者 如果是你 你会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制作房子呢 想看更多有趣又好玩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 下一期更精彩